哈囉大家 今天呢我想要來開一個東西 那就是 柯老二的 蛋塔 之前的時候因為家人有帶回來 然後我就有吃到一點 然後我覺得天啊這個蛋塔 真的太好吃了吧 然後那時候我原本是想說 要宅配因為這間店是在 南港但南港這一盒 有六個然後六個是 240塊然後加上 運費其實就沒有很便宜 所以我們就想說有機會的話 直接去南港的時候直接買一盒回來 然後結果 就在今天我就直接把 蛋塔買回來了 然後我現在就是很期待因為好久沒有吃到 上次吃到是 好像啊六月七月 的時候了 就是那時候疫情的時候剛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要來再吃吃看看 味道是不是跟那時候吃的 一樣 我今天去看的時候就是 就是它有三個口味 就是它有原味 風糖跟咖啡 然後每一個的話都是40塊 然後一盒的話就是有六個 所以這樣只是240塊錢 我自己是覺得以蛋塔 來說好像聽起來有點小貴 但是你們自己看 它是一個 它這麼厚欸 超級厚的 然後它這麼大一個 就是圓外的 然後 這個是 是風糖的 風糖的原色比較深 然後咖啡的話 我本身自己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興趣 所以 有害的好 嘿嘿 有害的好 休等一下 去去 好 所以 因為 咖啡的話我本身沒有很大的興趣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買 原味的跟風糖來試試看 嗯 對 就這樣 然後呢 因為我最近還是有在計算一下熱量 然後我發現這一個月內有 372大卡 好像有點多 然後 風糖口味的話 也是372大卡 所以我就想說 兩個我都是切 四分之一 然後吃吃看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好 我現在來切一下 我切好了 然後 然後 這一個呢 比較顏色比較深的 它是風糖的 然後這一個的話 就是 是原味的 喔 就是 它的蛋塔很特別 就是它的蛋塔很像 事實上就很像 布丁的口感 那肯德基那種蛋塔就是 怎麼講蛋奶味比較重嗎 這個的話就是像 布丁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切下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也太酥了吧 就那個酥皮 我覺得蛋塔的精華 是來自它 酥皮的口感 然後我記得 我上一次吃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酥皮真的是 完全不會油膩 然後也整個很鬆軟 總之很讚 但我從現在吃起來 感覺是什麼 然後有點期待 但是我很怕 是不是味道跟酸素不一樣 然後會很失望 好啦 來吃一下 然後我還倒了一杯就是 那個 那個苦瓜分解茶 那我要吃囉 嘿嘿嘿 oh my god 是一樣的味道 是一樣的 它沒有讓我失望 它還是跟上次一樣的好吃 就是 它的酥皮真的是非常的酥 然後整個 口感也是 它那個 關於像這邊 就是通常叫 蛋塔中心的這個地方 它很Q 但也不會甜膩 我覺得整個超級的爽口 如果一個人吃兩個 熱量就740克 然後覺得 太高了 大部分的蛋塔 它跟 它的酥皮 跟它的線混在一起 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風味 可是我覺得它的酥皮 跟它的蛋塔線混在一起 就是 酥皮 碰到蛋塔的內餡 是濕濕的 融合在一起 它整個覺得超級好吃 呵呵 這個是原味 這個是原味 那我現在要來吃蜂糖 蜂糖 是這個 原味的已經快被我測光了 我還是來吃了一下蜂糖 老實說我覺得蜂糖有點太甜了 就是它的蜂糖的香味很重 但是 因為可能有加了蜂糖這樣相關的東西 所以它的味道有點比較偏甜 但是 我覺得呢 味道還是不錯 但是 硬要選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原味原本淡的味道 然後沒有額外的味道 總之我來做一下結論 結論就是蛋塔還是很好吃 然後如果你是第一次買的人 想要嘗 覺得嘗試原味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本身喜歡蜂糖或想要吃 就是 吃吃看咖啡的人呢 也可以買買餐 因為價錢都一樣 然後六個的話就可以認吧 但我有吃來吃去 我還是覺得原味最好吃 總之我覺得 可以買一下 我有點不太知道要怎麼做結 但是 就這樣 然後如果有喜歡的人呢 或有想要看我吃什麼 或想要看我 就是 分享了什麼好吃的人呢 可以 就是 再跟我講 然後 如果方便買 或者是可以找人一起分食的話 我再來 買買看 大家一起吃吃看看 好不好吃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